刘娥是宋真宗的皇后 真宗在位的后期 她就开始掌握政权 真宗去世后 由于仁宗还很小 刘娥也想自己掌权 于是她就开始了垂帘听政 刘娥也就是张显太后 她本来的出身也不高 只不过是一个卖艺的女子 但是她本身却是非常的聪明 从她读得真宗四十年的恩宠 就可以知道 她其实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后宫里那么多的女人 无论是朝中大臣对她的讨好 还是女子的容貌 在她的眼里都如同虚设 真宗对她十分的宠爱 深信不疑 最主要还是她能隐忍 将自己的野心藏起来 仁宗登上皇位以后 刘娥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 就开始掌握政权 刚掌权的她 自然是让许多老臣心生不满 老臣在暗中拉拢了许多其他臣子 对刘娥的许多决策都不实施 刘娥面对他们的刁难 并没有很生气 而是在不经意间 就将这些老臣都收拾了 那么她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有一天 刘娥少见了那些不听话的老臣 哭着对这些人说 在真宗去世没有多久之后 国家就遇到了难题 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大臣没有一条心 不然国家是不会走到这个地步的 现在这个时候 先帝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所有的臣子 应该把他们亲近的人的名单都交上来 然后根据朝廷的规定 给他们奖赏 这些臣子听了 很是感动 以为这是惯例 对刘娥没有一点的防备 也没有在意这件事情 就把名单叫了上去 刘娥得到名单之后 并没有奖赏这些人 而是把名单整理出来 放在自己的宫里 每次要任免官员的时候 就会先看看这个名单 如果任免的官员 在名单之内就不理会 不是这些名单里的人 才会任免他们 她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 不按照一般人的常理来推算 刘娥既然有了这份名单 她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就应该先按照名单上的人 来任命官职 可是她除了给这些人奖赏之外 有官职任命的 这些人都会被取消任命 她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道不会恶化 自己和那些老臣之间的关系吗 原来在真宗还没有去世的时候 朝廷中的官员 已经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以扣准为首的 清政廉洁的大臣 另一派是以王清若为首的 屈炎富士 谄媚的臣子 而在真宗晚年的时候 她为了皇权更加的集中 借助王清若打压了一些 以扣准为首的臣子 当时作为真宗的皇后 刘娥也参与了这件事情 但是她并没有表示不满 因为她只是一介女子 并不是一个君主 她没有足够的宽容的胸襟 真宗和她所做的 用两派之间的斗争 来换取皇权的尊重 或许在她看来政治是没有什么对的 或是错的 利益永远是最重要的 对与错的标准是对有没有利可图 就这样 刘娥也支持用屈炎富士的一派 打击清廉的一派 可到了仁宗继位 她就发现这样的做法有误 丁卫一党越来越专注于权利 这使得仁宗的权利就分散了 于是她又利用王淡一党 来进行压制丁卫党 可是如果采用最直接的方式 肯定会遭到反击 她只能悄悄地将丁卫等人的党羽除去 这也才是最隐蔽 也是最安全的方法 于是她就想到了 在任免官吏的时候做手脚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接受任命的资格 而这个资格掌握在君主的手里 既然她认为不行 那就再等等 她就用这样的方式 一步一步地除掉了这些官员们的势力 等到这些官员明白她的意思的时候 她已经将官员的升迁完成了 他们也只能接受命运 接受刘娥的主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